男人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一幕 马桶里居然伸出了一只手 整只手黑乎乎的 十分诡异 大壮急忙喊来妻子 妻子以为她上厕所忘了带纸 完全没注意到马桶里的东西 在大壮的提醒下 妻子这才发现 马桶里多出来一只手 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既然不是恶作剧 妻子决定体现出女人该有的责任 搞清楚这只手到底哪里来的 却黑的手上留着长长的指甲 妻子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 突然怪手动了一下 吓得妻子当场昏了过去 还好大壮反应快 及时抱住她 大壮把妻子拖到墙边 赶紧查看妻子的情况 还好只是昏了过去 大壮拨打了报警电话 把发生的状况描述了一下 刚挂掉电话就听到门铃响了 大壮只好起身去开门 这时妻子不小心倒在了地上 原来是小区保安 她接到警察的通知 提前来这里查看一下现场 大壮只好带着她来到厕所 保安大叔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连忙查看倒在地上的女人 大壮说是被马桶的手吓到了 大叔看到后又吓了一跳 本想进一步查看 可突然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 迅速抄起地上的马桶塞 显然把大壮当成了凶手 大壮连忙解释事情的经过 但大叔依旧不相信 就在这时门铃再次响起 去开门的同时 大壮让大叔不要破坏现场 可大叔看着马桶里的怪手 忍不住地靠了过去 警察此时也赶了过来 询问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大壮说马桶里出现了一只手 虽然警察觉得很扯 但还是跟他去查看 刚到门口挤人就警觉起来 连保安大叔也躺在了地上 警察立即控制了男人 显然把他当作了凶手 经过小警员的确认 保安大叔已经领了盒饭 队长赶紧检查妻子 还好只是晕了过去 这时小警员发现了马桶里的手 男人也连忙解释他并没有杀人 队长让小警员掏出手机 拍下现场的一切证据 这时队长又让小警员 把马桶的手掏出来 小警员戴上手套准备动手时 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只手忽然一把抓住小警员 胖子迅速上前抱住了他 但还是无法把他救出 队长健壮赶紧上前帮忙 三人使出全身的力气 才把怪手挣脱 可这时怪手开始不停地蠕动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顾示一下抓住了胖子 把他高高绝起来 注意看 马桶里伸出一只怪手 一把抓住胖子的脖子 所有人当场愣住了 只见怪手把胖子高高举起 稍一用力 胖子就被扭断了脖子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怪手又缩了回去 看着怪手杀死的两人 队长连忙向大壮询问 这手到底是什么 大壮也解释不清楚 队长只好让他去找救援 大壮却发现门打不开了 原来门外还有一只怪手 几人彻底被困在了厕所里 队长想打电话报警 结果手机也没了信号 大壮赶紧拿出自己的手机 可这时发现 刚才还玩好的手机 现在也没有了信号 队长把他的手机直接投向了马桶 但手机一下被怪手接住 接着猛地扔了回来 直接插进了大门 这一幕同时也让队长想起了一件事 他们在几天前接到报警 在下水道发现了一具女尸 更恐怖的是 尸体还被砍掉了手 队长怀疑这只怪手 就是那个女人的 就在这时 队长发现保安大叔的手 也变成了怪手 还调皮动了一下 队长吓得瞪大了眼睛 与此同时 受伤的小警员也有点不对劲 只见他吐了一口番茄酱 两眼发白地倒在了地上 无论队长怎样抢救 小警员还是领了盒饭 到这时他们才反应过来 所有被怪手抓过的人 都会感染病毒致死 大壮赶紧翻出各种消毒水 没想到消毒水对怪手还真的管用 队长让他把妻子叫醒 然后准备进行反击 大壮好不容易叫醒妻子 妻子却被眼前的一幕 吓得哇哇直叫 大壮反手就是一巴掌 妻子还不忘巩固一下自己的地位 大壮直呼手感不错 这时队长把消毒水扔给大壮 让他去攻击怪手 可就在这时 胖子苏醒过来 他已经变异成了丧尸 大壮只好转移目标 先对胖子进行攻击 小警员突然一把抓住队长的大腿 还没反应过来 小警员就咬了上去 大壮连忙把整瓶消毒水浇上去 这才把队长救了出来 但他也被感染了 不久后也会变异 在丧尸理智之前 他让大壮把手机点燃 利用爆炸打开大门逃出去 大壮纵身一跳 来到胖子身旁翻找打火机 他刚刚找到 就被怪手一把抓住脑袋 危机时刻 他把火机扔向妻子 这个女人脱掉衣服 帅气地扔到一旁 他打开火机 用毅然喷雾勾出一道火焰 烧向怪手 成功救出了自己的老公 幸好大壮并没受伤 时间紧迫 大壮用火焰对着手机烧去 随着一顿炙烤 手机瞬间爆炸 大门被炸开的一个大洞 这是什么手机 大家能猜得出来吗 此时门外还有一只怪手 大壮对着他又是一顿烧烤 终于打开了大门 可他们却傻眼了 整间屋子都是这种怪手 两人连忙请教队长应对的方法 但此时的队长已经坚持不住 随后也领了盒饭 就在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只怪手突然抓住妻子 大壮赶紧一脚踢向怪手 可怎么踢也踢不掉 最后还是用火柴把它烧掉 不过妻子也被抓上了 而这时喷雾也用完了 眼看妻子情况不容乐观 大壮也豁出去了 头也不回地 冲进满是怪手的房间 迅速找到新的喷雾 但眼前的怪手 还是让他心惊胆跳 这时妻子再次体现出 女人该有的责任 他让大壮把外套脱掉 接着撕成两半 然后绑在马桶塞上 大壮用火喷在马桶塞 火焰明显大了不少 万万没想到 马桶塞居然还有扩大火焰的功能 就这样 他们卖着优雅的武功 把一只只怪手全部烧成了渣渣 但这时妻子受伤严重 大壮终于体现出男子气概 抱着妻子冲出了 刚花三百万买的新房 等他再次醒来后 已经躺在了医院 护士关切地询问着他的情况 他却只想知道自己妻子在哪 护士说他妻子刚生了个女儿 大壮一脸疑惑 他妻子根本就没有怀孕了 他猛地一回头 一只怪手出现在病房外 大壮彻底怒了 他拔下身上的针管 化身成为涂抹勇士 他发誓要把怪手彻底地消灭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既恐怖又搞笑 喜欢这种类型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下原片 关注猫君 我们下期再见